好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3500词汇俗机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讲到的第一个蓝词叫做Apply 用作动词它表示什么呢 叫申请或者是应用都可以 为什么呢 前面的AP我们说表示去干什么或者像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们说A后面有两个连续的辅音 比如什么ABB啊 ACC啊 ADD啊 简称什么AXX A和第一个辅音字母都是去干什么事情 后面的这个Ply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 表示折叠重合 注意了 表示折叠重合 所以去和别人的要求重合 就是应聘的本质就是去和别人的要求匹配重合在一起 所以Apply表示申请 申请 那么还可以表示运用都可以叫Apply 我们看一下比如说Apply for叫申请什么什么东西 后面Apply to叫做对什么什么东西运用 对什么试用或者是可以运用都可以叫Apply to 下面Apply A to B 把A运用于B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一几个非常重要的词根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Ply Ply 包括这个Ply Plex 这个Ploid 和这个Ploid 注意了 这几个词根 大家一步到位把它全部记住 它们都表示什么呢 表示折叠重合 还可以表示 注意了 它的第一个意思表示折叠重合 第二个意思表示去使用 好我们都会讲到 来同学们 它的一个派生词叫做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就是运用的名词 情绪或者申请的名词 因为前面的Apply本身就表示申请和运用 后面的这个I文词实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表示运用或者是应用程序 我们说的App 各位 就是这个App 就是这单词的缩写 叫Application就可以了 好来 我们看第一个短语叫做什么呢 叫做An Application Form 叫做申请表 此时的form名词表示表格 注意啊 表格 它不是形式 它有形式 但词是表格 下面 A Software Application 就是软件的一个运用程序 下面 叫Practical Application 叫实际的运用 这个Practical表示实际的 使用的都可以 好 下面这个词叫Applicant 什么叫Applicant 申请人 为什么呢 前面的Applied 表示申请 Ant 注意了 Ant 我们说包括Ent 原因字母发生改变 是不影响词根词锐含义的 它们都可以用作名词后缀 表示人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 申请的人 叫做Applicant 表示申请人 来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叫做 The Average Applicant 表示一般的申请人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词叫做Applied 什么叫Applied 叫做应用的或者使用的都行 加了ED 变成它的熊词了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叫做Applied Physics 这个Felix表示物理学 叫运用物理学就可以了 好 下面这个词叫做Appliance 什么叫Appliance 前面的Applied本身就表示用 它表示用 后面的ANC 此时它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就是拿来用的东西 拿来用帮助大家干活的东西 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器具 叫器具 或者是表示电器 所以都可以叫Appliance 比如说我们看几个常见的搭配 第一个叫Household 这个Household表示什么呢 叫家庭的 Domestic也表示什么呢 叫家里的 这两个都是翻成叫家用电器 Household和Domestic 都表示家庭的家用的 所以叫家用电器就可以了 下面的这个叫做Electric 叫做Electrical Electrical表示电的和电流相关的 所以叫电器就可以了 来我们看下面这个词叫做Appliable 什么叫Appliable 前面的这个Apply表示运用适用 Able表示可以 所以能够运用的 可以适用的都可以叫做Appliable 比如说Be applicable to somebody 或者是something 就是对于某人某物来说是可以适用的 就可以了 好下面的这个词叫做Imply Imply动词表示暗示 暗示 或者意味着 都是可以的 前面的I am和In 这是一回事 它都表示里面内部这个基本的含义 那么这个Ply 我们说表示折叠重合 所以就是折叠在里面的 不明显表达出来的 我们叫暗示 就是话中有话 不明说 折在里面放在里面 不明说的叫暗示 叫Imply 就可以了 来比如说 The implied criticism in his voice 在他的声音里面 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暗中的暗示的批评 就是Imply criticism 暗中批评就可以了 好下面 Implication 表示暗示 暗示 或者是含义 注意了 暗示 含义 都可以叫Implication 那么前面的Imply是暗示的动词形式 后面的A-T-I-O-N 此词 它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后缀 所以表示暗示 暗示 暗意 含义 都可以叫做Implication 比如说 Have implications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影响 或者是By Implication 就间接想表达 暗中想表达 叫做By Implication 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单词叫做 Implicit Implicit 表示什么呢 叫做内含的暗含的含蓄的 注意了 这词很简单 不要去词经被 动词叫做Imply 它本身就表示什么呢 叫做暗示暗含 下面的这个IT 此时做了熊词后缀 所以就是暗示的 不明说的 叫做Implicit 暗示的 内含的 不明说的 叫Implicit 好比如说 An Implicit Warning 一个含蓄的警告 下面 Be Implicit In 就是都暗含在什么里面 内含在里面就可以了 暗含的 内含的 含蓄的 都可以叫Implicit 它的反义词注意了 叫做Explicit 那么EX 刚好表示外面 对不对 就是明确表达的 直接了当的 你看它的反义词 叫做Implicit 这个叫做含蓄的 对不对 好 这叫含蓄的 而Explicit 就表示什么呢 叫做明确的 直接表达的 直言不会的 都可以啊 来比如说 我们看看 叫做Be explicit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 直接表达 直言不会 后面Explicit Directions 就是清楚的 这种方向 清楚的指示 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reply 什么叫reply 回复回应的 名词动词都可以叫reply 那么前缀re 此时本身就表示 反回回来 这个ply 本身表示什么呢 折 折叠 就是折回来的东西 你给人家 对 比如说你送那个什么东西 别人折回来什么 叫回复回应 叫做reply 所以给你折回来了 反回来了一个什么东西 叫回复回应 叫reply 就可以了 比如说reply to something 就是去回应什么东西 比如说reply to something 回应某事 reply to somebody 回应某人 就可以了 make no reply 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就可以了啊 好下面的词叫做multiply 什么叫multiply 这个单词非常重要各位 用作动词表示成 或者是使迅速的增加和繁殖 都可以叫multiply 为什么呢 前面的multi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缀 等于money表示多 来表示多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有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multi 好 叫做multi media 什么叫multi media 这个multi 这个media multi表示多 所以叫多媒体就可以了 多媒体 来 这个multi表示多 这个ply 本身它表示什么呢 折叠 重合和倍数关系 让它变成很多倍 我们叫什么呢 叫相乘 迅速增加繁殖 都可以叫做multiply 来比如说 我们看 叫做multiply the risk of cancer 大大增加了 患什么呢 癌症的这种风险 此时risk 表示风险 下面叫做multiply 6 by 9 就是用6来乘9 对 此时multiply 它可以表示 乘法的乘就可以了啊 来 下面multiply multiply 是它的雄词 叫什么呢 叫多重的 多重多样的 或者是表示倍数 multi 此时表示多 这个po 表示折叠重和倍 表示倍 所以表示多倍多重 都可以叫multiply 多倍的 多重的 多样的 都可以叫multiply 来比如说 die of multiple injuries 死于多处受伤 死于多处受伤 这个multiply 表示各个地方 很多个地方 多处的这种受伤 就行了啊 下面这个词叫complex complex 我们说 雄词表示复杂的 名词表示一个复杂的建筑群 都可以叫complex 那么前面的前缀com 它表示什么呢 共同或者是一起 plex表示折叠重和倍 把几个东西折叠重和放到了一起 注意了 原本一两个东西很简单 多个东西折叠重和放到一起 叫复杂 叫complex 表示复杂的 还可以表示复杂的一个建筑群 对吧 就是各种楼叠加在一起 叫complex 表示一个复杂的建筑群 来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搭配叫做a complex system of voting 一个复杂的选举系统 注意了 voting表示选举 复杂的选举系统 下面 a low cost apartment complex 一个低成本的什么呢 公寓的楼群 注意了 complex 词字表示楼群 这个意思是比较复杂的了 建筑群楼群 是一个高级的含义了 常见的还是复杂的 叫complex 好 complexity 表示复杂性 这个比较简单 complex 复杂的熊词 ITY名词后缀 复杂 复杂性 都可以叫complexity 来比如说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modern system increasing 叫做不断增加的越来越 什么呢 modern 现代 现代的这种系统 什么日益增加的复杂性 或者是不断变得越来越复杂 都可以 好下面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system 这些系统的复杂之处就可以了 所以复杂 复杂性 都可以叫complexity 下面这个词叫complicate complicate 叫使变得复杂化 这个词也比较简单 前缀com 也表示共同一起 中间的plique 和刚才我们说的plex 是一回事 它也表示折叠重合 所以 那么AT是动词后缀式 你看 我们说刚才讲过这词complex 是折叠重合到一起 叫变得复杂 所以complicate 就使变复杂的动词就完了 好吧 使变得复杂的动词叫compl 就做什么 叫complicate 来比如说complicate the issue 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 后面complicate the task of the peacemakers 什么叫peacekeeping forces 使得peacekeeping 为和 force 表示什么 部队 维和部队的这种什么 他们的任务变得很复杂 好 下面 加了一滴 变成熊词叫复杂的 等于complex 你说complicated 就等于complex 表示复杂的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a complicated system 一个复杂的系统 terribly complicated 极其复杂 注意了 这个副词 在修饰熊词的时候 一般都是翻成叫极其怎么样 非常怎么样 所以叫极其复杂 叫做terribly complicated 就可以了 好 下面这个词叫做duplicate 注意了 动词是发a 叫cate duplicate 熊词和名词叫duplicate 表示复制 复制品都行 这个词非常简单 前面的这个du 包括这个di 同学们 这个dudi 包括dou 这几个都是一回事 注意了 他们都表示两个 都表示两个等于to 表示两个或者是一双 后面的这个pulic 本身表示折叠 或者是表示倍数 at是动词后缀史 是变成两倍 对 叫复制 应该是变成两倍 原来一个变成两倍 叫复制一分 所以duplicate 复制复印 duplicate 复制品 都可以叫duplicate 好比如说 duplicate his success overseas 在海外去复制他的成功 下面 a duplicate invoice 此时翻译成a duplicate 表示什么复本 复制的 复印的发票 或者发票复本 都行啊 好 下面就是叫做employ 表示雇佣 表示雇佣 采用都可以 为什么呢 前面的em 就等于im 原因改变 含义不变 mahana 读音相似 发生了互转 他们是一回事 所以em 就等于im 就等于in 它是一回事 此时表示进来 这个employ 我们说表示实用的意思了 所以把你招进来 用你叫做雇佣 叫做employed 就可以了 比如说be employed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受雇于旅游行业 那tourism 叫旅行旅游 industry行业 产业 受雇于旅游行业 好unemployed 就是没有被雇佣的 employed 加了一滴 变成雄词叫受雇佣的 un表否定 没有被雇佣的 叫失业的 对 叫unemployed 就可以了 比如说an unemployed builder 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 下面the unemployed 失业的人 泽家雄词特指某一类人 比如说the rich 我们一般就翻成叫富裕的人 对吧 the poor 就表示什么呢 贫穷的人 所以the unemployed 就是要是失业的人 就可以了啊 好employment 就业雇佣的名词形式 前面的是employ 是它的动词 amint是名词后缀 所以就是雇佣就业的名词 叫做employment就可以了 比如说fulltime 表示全职的 part time 叫兼职的 好全职的工作 或者是兼职工作都可以啊 下面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under nine 九岁以下孩子的雇佣 就是雇佣同工 说白了 后面 secure full employment 确保充分的就业 此时这个单词叫secure 我们给它讲一讲 它用作动词表示确保保障 它的第一个意思表示确保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叫做找到 叫做找到 获得 比如说secure a job 就找到了一个工作 就等于find a job 下来 secure除了表示确保 本身还可以表示找到 secure a job 就等于find a job 找到一个工作 好这个单词是个难词啊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来 下面叫unemployment 就是失业 因为employment就业 un表示否定前缀 所以叫失业的名词就可以了 比如说unemployment rate 叫失业率 mass unemployment 大批量的人失业啊 下面叫employee 注意了 叫做受雇的人 或者是雇员 注意了 前面的employee雇佣的动词形式 两个一结尾 同学们 两个一在单词结尾 第一 它经常表示被动 第二个 一般表示什么什么人 所以被什么什么的人 你看被雇佣的人 叫做雇员 同样的 我们有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interview 什么叫interview 叫采访 面试 对 interview 比如采访和面试 都可以叫interview 后面加了两个一结尾 叫interviewee 什么叫做interviewee 就是被采访的人 被面试的人 都可以叫interviewee 所以此时两个一在单词结尾 我们说它本身就表示被动 本身表示被动 所以被受雇的人 被雇佣的人 叫雇员 叫employee 就可以了啊 不是government employees 政府雇员 就行了啊 employer 就是雇佣你的人 叫雇主和老板 都行啊 一二名词后就表示人 你看还是刚才那个单词 所以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interview 采访面试 加一二 叫interviewer 就是采访你的人 或者面试你的人 对吧 叫做interviewer 好 当街两个一就是被动 interviewer 被采访 被面试的人 加两个一就是被雇佣的人 叫雇员 好 他们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啊 来下面 叫做previous 或者former 都可以表示前 前雇主 notify her employer 通知了他的什么 雇主 notify 通知 我们讲过了这个词啊 好 下面这个词叫做exploit 剥削 利用 开发都行 ex 前缀 表示出来啊 ex 表示出来 这个ploid 我们说和ploid是一回事 都表示用的意思 把你身上的价值用出来 叫做剥削 利用 叫做exploit 剥削 利用或者是开发 去开发某个矿 就是把它的价值用出来 对吧 所以剥削 利用开发都可以叫做exploit 比如说 叫做exploit the troubles to their advantage 利用这些问题麻烦 去什么呢 达到他们的利益 to somebody's advantage 就是什么呢 去达到某人的利益好处 利用这些麻烦 去获得他们的利益和好处就可以了 好 exploit the code 叫开采这个煤矿 开发开采这个煤矿 下面exploit young people 剥削年轻人 所以剥削 利用 开采 都可以叫exploit 好 动词 exploitation exploitation 就是什么 剥削 利用 开采的名词 此时后面的at Iwan就是个名词后缀 所以整个单词就是名词就行了 比如说 prevent exploitation 就是防止剥削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the manual resources 就是什么 commercial是商业的 商业的开采开发 maneral resources 矿物资源 对矿物资源的商业的什么 这种开发利用就可以了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叫商业的开发利用 下面这个字叫display 动词展示展现 名词也可以 表示展出 这个词其实很简单 同学们 前缀dis 表示相反 或者是分开都可以 这个play和play 也是一样 表示折叠重合的意思 此时不是玩耍 不是单词玩耍 它是词根 表示折叠 所以把折叠在一起 和在一起的东西 把它打开 叫做什么呢 叫做展出展示 给你看看对不对 所以display就是把原来重合的 打开展开给你看一下 叫display 展示展现 都可以叫display on display 就是还在展出 在展出叫on display display their models 对吧 就展示一下他们的什么呢 这个model 不是model 叫model model 表示什么 叫做讲章寻章 去展示一下他们的讲章寻章 display his feelings 表露出来了 显露出来的他的这种感情 后面the fireworks display 烟火的表演 你看还有表演的意思 展出展示表演 都可以叫display 就可以了啊 下面这个词叫plus plus 我们说本身表示 加上去多余的 额外的零度以上 叫plus 好还可以表示优点的好的 你看注意了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plus 本身表示什么呢 表示多出多余 等于more 表示多出 或者是多余 都是可以的 来我们看一下 叫3plus5 3加5 此时表示加 你看自从iPhone手机出来了 大家知道对吧 iPhone什么什么 比如说什么13plus 对吧 这个plus本身表示加 下面plus4degrees 0上4度 就是0上再加4度 0上4度 后面pluspoint加分点 加分点 就是你的优点 优势 都可以叫plus points 就行了啊 好 那么这里面这个plus 和这个plus 注意了 这两个词根 它们都表示多出和多余的意思 这两词叫surplus 什么叫surplus 注意了 表示过剩盈余 或者什么词叫过剩的 这个sur本身表示超出超过 超过了超出 plus本身就是多了 本身已经多了 对吧 再给它加上去 本身已经超过了 再给它多出一些来 所以叫做剩余 剩余盈余 都可以叫surplus 叫surplus就可以了 比如说 a surplus of labor 劳动力过剩 trade surplus 貿易顺差 下面叫做budget surplus 叫做预算盈余 预算太多了 剩下来了 预算盈余就可以了 好 plural 这单词啊 plural表什么呢 表示复数形式的 多样的 名词叫复数形式 这个plus本身 我们刚刚说过了 等于more 是多 al 雄词后缀或名词后缀 所以什么叫复数 和多样的 对吧 复数形式就是 有好几个 多个方在一起 叫复数 所以 表示复数形式的 多样的 都可以叫plural plural plural form 复数形式 此时是雄词 a plural society 一个多元的 多样的社会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在本节课里面 所讲到的单词 大家结合我们讲解 下去再复习一下 加深一下印象 好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